上一集我又請了圖人上拳館切磋 想不到真的有幾位師兄接受挑戰 我邀請你上拳館 真打一個Sparring拳腳 你願不接受挑戰 要覆場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沒問題 有人說落場無父子 計的話應該是落場無婚男女節 對方是男還是女 我都要以100%的專注和勇氣 打好每一拳 這才是對對方100%的尊重 這次Sparring的規則是 不可以用手肘膝頭攻擊對手 不可以打後腦、頸、脊椎和下音 每人打兩個回合 每個回合分半鐘 有請我們今天第一位的參賽者 Jeff Woohoo 你有信心嗎?Jeff 收了流程 盡力 盡力要 我們來一場拳拳道育的練習賽 3、2、1… 3、2、1… 3、2、1… 1… 2、2… 1… 3、2… 1… 4… 1… 4… 1… 2… 5… 2… 5… 1… 2… 2… 3… 好 休息一會兒 很厲害 很厲害 打不過 打不過 身高上有優勢 我覺得有經驗才是王道 我沒有可能打到她的頭 下身會有比較多空間給我進攻 我希望下一個回合 可以成功下降到她 在地上按著她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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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才是很好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留守 完全不怕拳 通常第一次打人會是怕拳 有混合的 她都會用很多拳腳的混合 所以我覺得她打得不錯 Janine很厲害 我看到她有很多技術上 都能壓到我 都是刻意設定局給她 我假裝踢她下身 其實是等她上身 沒有防備意識 倒下手 我就可以有機會 其實我有轉轉的戰略 其實後來打算拉開一點 她嘗試了 不過都不可以 其實她的高度和arm reach是優點 我主動去扯她 其實她可以不用跟我折 她可以利用她手的長 去隔開我 盡量搖我的頭來打 這樣她會控制得好一點 又可以省氣一點 我們多點指教 小心 我們有請下一位的參賽者 大家好 你有沒有信心 有 看你的手蛙那麼大 我想我也是油製缸 看來我要用力量去壓倒神經 看看要怎樣 來吧 來吧 好累啊 好快啊 真的很快啊 跟不上節奏 但我開始感覺到她的拳腳很重 你自己有少許大光 OK OK 她完全是很淡定的 她很會善用她的身高 還有她的房間 我想瞄她的頭也不是那麼容易 她的腳真的很重 下一回合可否我做多一些組合拳 令她可以去到長角 把她的最好 就行了 再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次最大的難度 對方的力量很大 而且是自己壞不夠氣了 開始第二個回合體力急速下降 一開始不要繼續這樣說 因為始終是女士在之 她自己大份 是真的沒想過 所以要認真第二個回合 感覺到她有壓迫感 真的有在 她在擂台上帶拳套 是會變身的 嘩 還在擂台上 有空可以再 巴路技場 好玩 現在又請下一位選手 大王 Yeah 因為你打開西洋拳 對這場練習錯誤有什麼看法 剛剛看了你打拳 好刺激 好快 好密 很怕 你不要裝 看她的款式 好像那些很凶狠 很浪的格式 打拳是要戰入拳擊 好 好吧 頂你了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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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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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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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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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8 9 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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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我